春秋战国最强的军队 战国时期,秦国军队被称为虎狼之师 这是由秦国的军功制度所决定的 秦国打仗的时候按人头奖励 所以士兵非常勇猛 唯有一支军队是秦国的噩梦 经常把秦国揍的是鼻青脸肿 他就是战国时期魏国的魏武族 魏武族的辉煌来自于战神吴奇 吴奇在正史中未曾有过一次败机 在他的指挥下,这支部队创下了 战七十二,全胜六十四,其余胜负难分的不败胜化 在阴晋之战中,吴奇更是只用五万魏武族 便打败了五十万秦军 寻此一兵篇记载 魏武族全副甲咒,手持一支长矛,腰挂短剑 身背五十支长剑与一张铁胎硬弓 携带三天军粮,总负重约八十余斤 连续集行一百里,能立即投入激战 称得上是古代的特种部队了 若不是后来吴奇投奔了楚国 只怕是也没有秦始皇什么事儿了 但历史没有诸武 秦始皇为何修长城,也不打匈奴 我们先替秦始皇算一笔经济账 首先,秦始皇统治的民众都是农民 要深入大漠与匈奴作战,就需要大量的骑兵 粮草运输和损耗也是一笔很可怕的开销 其次,古代没有高速公路和铁路 更没有大货车 粮食运输只能靠人力和矗力 第三,农耕民族作战成本不仅要比游牧民族高 作战收益也少得可怜 所以,秦始皇借鉴战国时期的经验 想到了修处长城 有长城做防御攻势 流动战场将会变为固定的战线 游牧民族就无法来了就抢,抢了就跑 他们必须先在长城一线与守军打一张 如此一来,防守的农耕民族 可以从附近农田获得粮食 进攻的游牧民族却远离了放牧草场 综上,秦始皇修长城收益大于成本 所以才会耗尽全国财力人力去修处长城